那事到如今辞职的辞职 退党的退党 退出联盟的退出联盟 朝野政治大洗牌的混乱情况下 究竟是失血的西盟能够稳住执政权 还是蠢蠢欲动的国民联盟 有望走进布城组成新政府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 其实也很多次为大家点算过人头 不过那个时候呢 只是江湖传闻 人数也都只是一个大概的预测 那如今两派人马的数字几乎已经确定 如果我们不算东马政党的话 失血的西盟现在只剩下 新动党的42席 公正党的39席 还有诚信党的11席 那加起来总共也只是92席 至于国民联盟那边 巫统跟一党合作是各有39席跟18席 加上国阵里头的马华跟国大党3席 如今再加上土团党26席 跟阿兹敏派系的11席 那现在他们那边就有97席了 不过由于还是少过简单多数门槛的112席 那技术上现在西盟四党已经崩盘 而国民联盟他们还是一样组不了政府 那沙巴跟沙拉越的政党现在呢 就成为了造王者了 只要任何一方成功拉拢到沙巴明星党的9席 还有沙拉越政党联盟GPS的18席 就足以组成新政府 那不过当今大马引述 西盟内部消息就指出东马政党 因为他们跟伊斯兰党的政治理念不合 因此呢对加入国民联盟就有所保留 消息人士也指出 东马政党他们其实已经开出了条件 其中明星党要求土团党不准东渡沙巴 而沙拉越GPS的要求就更棘手一点点 除了要求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下为州属争取更多权力之外 他们也要求副首相的职位 更要推动沙拉越政坛临在野党的局面 那面对这样的政坛乱局目前似乎只有两种可能 一就是闪电选举 二就是组成新的政府 而国家元首在这个关键点上就可以发挥应有的权力 如果大家都凑不到该有的人数的话 那么国家元首就需要鉴定 谁能够掌握多数支持 那么各政党就必须要进入这个谈判阶段 互相拉拢人马 谈判如果依然破局 那么元首就可以建议 首相就可以建议元首解散国会重新大选 又或者元首可以直接自行宣布解散国会 然后重新选举 那不过大马史上历任的国家元首 都没有试过亲自宣布解散国会的 而如果真的凑足了112级的门槛的话 那么元首呢将会委任其中一名国会议员成为首相 那至于敦马下台了 谁会是新议院的首相呢 我们大家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不过话说回来 那阿兹米派系11个人 他们脱离了公正党之后 宣布他们在国会里头成为了自由人 不过江湖就一直流传 阿兹米派系的人马很有可能会加入民政党 而党主席刘华财今天也证实这件事情 并在下午4点的时候开会讨论 不过刚才被记者问到的时候呢 刘华财却突然表示他没有收到阿兹米的申请 那到底是不是临阵出现变卦呢 我们不知道 阿兹米退出公正党之后会加入民政党 那民政党主席刘华财并没有向记者证明回应 只是强调任何人尊崇该党的理念都可以加入 不过他已承认 民政党下午开始就已经召开紧急会议 这对国内的重局变化商讨应对策略 民政党主席则今天是一种民政党主席则 我们必须去保持政治党主席 尤其在在澳大利亚的中心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会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